死者叫周美堡,29歲 住在摩天大樓兩年多 每個人都不像看起來那麼簡單 這個案子有太多的事情 我覺得摩天大樓吸引我的 這個懸疑的類型 這個推理的類型跟別的不太一樣 它可能有一點不同於以往的懸疑劇的感覺 它表面上是一個懸疑的案件 大家在研討周美堡到底是被誰殺害的 但我覺得更深層的意思講的是關於愛和救贖 摩天大樓跟摩山把它結合起來 它就是一個世界的縮影 自己筆下的世界竟然就這樣子整個被打造出來 導演跟編劇我感覺非常敬佩 三位導演都是在戲上面 是非常有品味和神魅的這種導演 陳導的他可能更多的 對於犯罪懸疑推敵這種類型比較擅長 所以他會抓到每個細節 能給觀眾帶來一個亮點 先微笑再往後推 然後往後靠你的感覺就是驕傲一點點 他在情感氛圍這部分的要求 實在是非常非常的嚴謹 也非常非常的專業 比如說你的眼神應該往上一點 接觸一點燭光的感覺 他會用稍微一些些的技術層面 來帶動你的情感 孔雁老師出鏡這課的時候 你已經太掉了一隻了 他記得到後面之後 已經被他的故事吸引了 徐導呢在現場主要是負責很多的調度 打風全場這樣 他抓現場的調度啊運鏡啊 我覺得整體的東西 他抓得特別特別準 他對鏡頭感覺也是要求特別高 他說某個點都是非常明確清晰 然後並且非常高效的這樣一個導演 舞蹈會非常給演員發揮的空間 每一場戲我們都會聊 就算是中間在拍攝過程中 會遇到一些小小的問題 我們都可以馬上想到解決的辦法 他之前也是做演員嘛 所以他對演員的相互之間的那種敏感度 特別的高 而且特別能夠幫助到演員 看 我都快空格了 我們用了三個月時間來拍攝 所有的主唱團隊都是跟陳導演 他們在電影的這樣一個製作過程當中 一直合作過來的 開始 大家還是一如既往的 非常的較真 在自己的那個崗位上 就是有很高的標準和要求的 整個團隊都非常的好 攝影師是我很早之前也合作過的攝影師 查理包括用光啊什麼的 他都做得非常棒 Fashion我專業 每個人都很專業 他們對每一個細節都非常認真 只要一停下來 就是所有人都會上來幫你弄好一切的東西 他們把所有的時間都留給了 讓我能夠盡早地進入到情緒當中 你不需要操心任何的事情 你好好的在自己的角色裡就可以了 製景也是做得非常精緻 我們這次基本沒有是在棚裡搭的景 都是在一些石景 摩天大樓也是在一個還沒有開盤大樓裡 美術 道具 場景 我覺得它選擇的準 就比如說歌舞廳 那個破樓梯還要走好幾層 當年就是那樣的 就是好多東西 都傳達一個人生活過的味道 不管是服裝啊還是各方面 所有的這些東西都是經得起推銷 而就是經得起特寫來拍的 每個家都融入了我們的特點 而且我們進省軍事的時候 真的會有那種緊張感 我覺得他們做出來的東西讓你相信 你相信你進入那個環境之後 你自然會帶有當時的那個心情 所以演員才能全身性地投入角色 摩天大樓是一個非常好看的一個劇 懸疑又浪漫 非常細膩的一部劇 這次你們看到一幫好演員 每一個演員都交出了自己非常棒的表演 非常非常詭異 他們可以創造出屬於他們的摩天大樓 希望觀眾們可以喜歡這部製成的製作 馬上分享給你們 好 好